晚生活快娱乐 欢迎来到快点娱乐 何洪生离世之前四个七房当中 要数四房最为高调 也是最具焦点话题性 没有想到何洪生离世之后 四房依旧是焦点的所在 何洪生的复文在627号这一天正式对外公布 本来所有的焦点就应该是在何洪生 即将在7月9号举办的公祭这件事情上 但是复文的内容有太多亮点 且几乎都是与四房有关 于是这张复文就是有点喧宾夺主的意味 当然了关于何洪生的公祭 出币时间其实早就已经被公开与讨论了 这次只不过是正式的对外公布 所以也就不具任何新鲜感 更令人好奇的是在复文当中 何洪生孝子名单当中 多出了一位名叫何优邦的儿子 这都引起了轩然大波 不过除此之外 也是令人留意到 2019年才将婚礼引起到四房女儿何超英 原来已经和低调结婚了 在复文当中 星启龙如今已经是被冠以女婿的身份 从而证实了两个人的夫妻关系 何超英与星启龙的婚姻 一直都是外界关注的焦点 在何洪生复文被公开之前 外界对何超英的婚事的认知 就是两个人尚未结婚 只是进行了过大礼的仪式 并且已经订婚了 所以关系只是未婚夫妇的关系 而原本何超英与星启龙的婚事 是定在2020年9月举办 不过在2019年10月的时候 四房突然公布了何超英的婚事顺延两年 到2021年在英国大英博物馆举办 所以外界就理所当然地认为 两个人一直没有结婚 要带到大婚之前才会正式注册 何超英与星启龙的关系 是在2018年的时候被媒体揭露 最初还是因为何超英带着星启龙 前往东京参加了好闺蜜 陈雪玲的婚礼 还晒出了相关的合照 而之后何超英因为怀孕了 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 对外公开怀孕 并且与星启龙订婚的消息 即使本来按照大婚人家的传统 基本上是不会允许 未婚先与这件事情发生 而何超英怀孕了 确实没有立即在当年结婚 是因为两儿其认为 2019年是盲年 不适合结婚 同时也是因为星启龙的年纪上小 不适合在2019年结婚 于是婚事只能在2020年举办 虽然婚事没有举办 但是按照传统礼仪 举办一场轰动全城的过大礼仪式 过了这场大礼呢 就是董藤玉认识了彼此的身份 认定了这门婚事 何超英筹办婚事的时候 父亲何浩生已经是将近百岁 将近百岁的老人 宣定情况很难说 很多时候啊 就是计划赶不上变化 所以何超英原本计划 在2020年9月举办的婚礼 突然就是被延期 这或多或少呢 也许何浩生的健康状况有关 不过外界的确不知道 原来何超英与辛吉隆 已经是提前登记结婚了 直到何浩生的复文被公开 其中啊 辛吉隆被冠以夫婿的称号 才证实了两个人已经结婚的消息 在外人看来 或许何超英与辛吉隆结婚 可能是意外 因为明明说好了 是在2021年才办婚礼 不过办婚礼之前呢 先登记也不是不可以 2019年何超英没有跟辛吉隆结婚 是因为两个妻相信风水命令 认为2019年是盲年 不适合结婚 也在于辛吉隆年纪太小 当时尚未满22岁 未符合娶妻的资格 而如今呢 已经2020年 不再是盲年 且辛吉隆已经22岁 那么两个人注册结婚呢 也就是合金合理 只不过出于低调 没有对外公布而已 5月16号核武胜离时当天 未见辛吉隆陪伴在何超英身边 或许当时辛吉隆尚未见回香港 又或许在被隔离当中 不过随后在赌王家族 举办的三期法事当中 辛吉隆就是已经陪伴在何超英的左右 这个时候 其实就已经证实了两个人的关系 如果两个人没有结婚 辛吉隆肯定不方便 以外人的身份出席 何超英2019年10月 推迟了婚期 顺延两年到2021年再举办 并且由葡萄牙古堡 改到了英国大英博物馆举办 当时的何超英给出的理由就是 希望女儿长大两岁 到时候能够成为话童 一家三口都能够参与到婚礼当中 不过如今的情况来看 可能婚礼又是要延期了 毕竟家族有丧事要办 如果按照传统 三年内不是一半写事 那就只能作罢 不过好在何超英与辛吉隆 已经是秘密结婚 身份 关系得到了法律的认可 婚礼办不办或许已经没有这么重要了 在这17个儿女当中 除了女强人何超雄 以及赌王生下的长孙何游君之外 还有一个女儿在比较明显 她可以说是赌王所有子女当中 最叛递的一个 她就是29岁的何超英 去年8月28号 何超英生下了一女 这也是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而她的爱人则是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的东北小伙星奇隆 两人在2019年的时候就已经订婚 当时的何超英在挺着大肚子参加订婚仪式 而他们的婚礼将于明年正式举行 据悉 何超英的母亲 赌王以及四太太梁安琪 对这个女校也是挺满意的 当初两个人订婚的时候 赌王就送出了价值五亿的豪宅 外加价值一个亿的珠宝手续 此外两契则是赠送了一套价值八亿的豪宅 外加两套价值一个亿的高层 如此大手边最看出赌王家族的阔丑 星奇隆这小伙子真的是前世秀兰的福分呢 事实上星奇隆还得对四太太感恩戴德呢 如果当初没有她的足指 何超英还真可能随着自己的性子 与同性的女友双俗双妃呢 而在情定星奇隆之前 这位赌王亲近的情绪可谓是相当丰富的 2005年 何超英就是被爆出跟同性女友交往的消息 这让四太太两个气非常愤怒 进而将她送到英国留学 到了英国之后 何超英很快的就是交了一个男朋友 托马斯 两个人像普通情侣一样 比逛街吃街边小吃 感情也比较稳定 不过两年之后 两个人还是分道扬镳了 在那之后呢 何超英又是迅速地和贵人谈起了恋爱 当初呢 两个人感情非常不错 甚至有了谈会论嫁的准备 不过后来赌王病重 何超英从英国返回香港 距离的疏远 在一起开始呢 并没有成为阻碍 相反 两个人的恋情还得到双方家长的同意 据说还一起吃过饭呢 然而就是在大家以为 两个人会修成正果的时候 却是在2012年传来两个人分手的消息 让人惊讶之余 也是觉得可惜 没有想到最终还是败给了距离啊 后来的何超英又传出新恋情 不过这一次对象是个女的 林介佑的三女儿林爱儿 不过两个气对此事非常不满 再一次出面逐渍了这件事情 斩断了两个人的情感线 与同系恋女友分手之后 在感情上何超英成绩多年 直到2018年的时候 被爆出与哈佛才子星期龙的恋情 此后更是大方的在网上晒出 男方求婚的视频 看起来十分甜蜜 2019年的时候 两个人举行了订婚仪式 那个时候何超英已经怀有身孕 不过受疫情的影响 以及赌亡身体的原因 最终婚礼是定在了2021年 看到这样 也许很多人会想问了 何超英的身世了得 追求者必定会非常多 为何着急嫁小八岁的鲜肉呢 既其中原因有以下三点 首先何超英已经29岁了 这对于一个女人来说 如果还不嫁的话 那就算是大龄圣女了 这对于圣语来说是很不利的 因此何超英绝不想日后冒风险高龄产子 其次呢 这可能是与何超英的个人发展有关 何超英的事业 如今也是越做越大了 将来必定会有人需要辅佐他 而毕业于哈佛大学的才子星其龙 显然就是最合适的人选之一 有了他的辅佐 相信何超英的事业一定会更上一层楼 由此看来 何超英的头脑 还是十分的灵活 聪颖的 让人佩服 最后我认为 这与梁阿琪的建议有关 众所周知 杜王特洪生在儿女天丁这一块呢 是有奖励的 去年何游君与新梦瑶生下长孙 就是获得了价值五个亿的豪宅奖励 基于这一点 梁阿琪在就是催促女儿抓紧脸 争取在赌王和洪生 米流之际生恶孩子 一来是让他高兴高兴 二来呢 则是获得更多的奖励 也是为日后的争夺遗产积累 更多的筹码 这无疑就是成功的当初订婚的时候 就是获得了赌王和洪生 总价值六亿的奖励了 后来在剩下女儿之后 也是得到了几个亿的奖励 不得不说 这个算盘啊 打得非常不错 如今的何游昕已经去世 他留下的五千亿遗产将怎样分配 我们尚且不得而知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何超银的优势呢 已经显现出来 再加上何游君与新梦瑶生下的儿子 这一次 或许四方要一血钱去 在遗产争斗战当中 逆袭二方 成为最大的赢家 结果会如何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何游昕一生拥有四方太太 子女众多 而且身边业余无数 大量的工作呢 也需要自己打理 能够分配给陪伴子女的时间呢 十分有限 但是何游昕的每个子女 都是十分优秀 不居然好奇 何游昕对子女 是如何陪伴教育的 在一次访谈节目当中 主持人呢 谈及了何游君 一直把父亲当作了 自己心里的英雄 结果好奇地问问 何游昕在自己心目当中 父亲是个怎样的人 言外之一就是 父亲在男孩子心中 是长得积极向上的 印象形象 在女孩子心中啊 会不会是别的形象 何游昕脱口而言出 在自己心中 父亲就像是一个超人 是一个全能的人 虽然赌王的工作很忙 但是依旧不会缺席 孩子们的一些学校活动 了解孩子们的方方面面 仍然是会参与到 孩子的成长当中去 给孩子足够多的陪伴 不得不说 赌王何狐生 对孩子教育和成长 十分重视 怪不得他的孩子 个个都是十分优秀 对孩子教育和成长